如果家中毛孩有以下的狀況 那可以考慮一下的建議喔 欸!有沒有發現家中的毛孩 很容易在吃飯後 容易拉肚子 或者是有名牌嘔吐的情形呢 那可能是他們的腸道比較敏感 這時候可以考慮添加益生菌 來調整他們腸道的體質 培養好的菌蟲 同時也會有好的抵方力 另外同時也可以考慮 選擇腸道鼠方系列的產品 他們的嘴巴盤量通道比較低 但白質的來源比較單一 比較不會造成老小孩的腸道不適喔 另外包咪牙的豬皮過度禮貓 也有可能造成毛球卡在腸道內 肯定也會有消化 腸道不動不良的問題 改毛的產品也是只能不能無視的喔 另外現在毛小孩的平均年紀 都有到15歲甚至更高 不歸工人爸媽品嘗對毛小孩的關心與照顧 因此在營養上 我們需要給人更多的支持 在老前的動物上 我們可以考慮補充更多的營養 像是海藻粉 或者是奶粉 甚至關節的保健品 包含魚油 或是塑造燈 乳塑膠塑類等等 而我也是能給毛小孩常見的問題 就是臉部的照顧以及中油的控制 我都需要特別注意喔